是水貨嗎?包袋也沒有? 差不多了 你這些金壽套 在家裡也是用意頭而已 最重要是人情夠巧, 十二萬 十二萬不是人情 十二萬是裝修費, 我們有份住 真的, 真是 好像找媽媽笨不太好 怎麼會呢?Emma當你是親生兒子 她不會生氣的 生氣的反而可能是嫂子 真的, 十二萬大, 十二萬 你又沒有跟她單聲? 媽媽說今晚叫她來吃飯 我給她驚喜 那又如何? 到時候她知道Emma的心意 就不會生氣了 你伸手給我讀一下 我為什麼伸手給你讀一下? 慢慢知道, 幫媽媽 來, 很容易, 我幫你, 媽媽 是呀… 幹什麼? 媽媽比你高很多 是呀 我當然高很多, 你不是看不見嗎? 我打算把兩間房間裝修成三間房間 我們一家人就住得舒舒服服了 什麼一家人?哪一家人? 你們一家, 加上我, 就一家人了 我們一起住, 媽媽 為什麼要一起住? 我本來打算今晚在酒樓 你倒茶叫我婆婆的時候 我才告訴你 不過現在我見到你, 我太高興了 忍不住說了 什麼?發生什麼事? 我摔壞事 明哥, 爸爸 車子明, 你幹嘛這麼招我電話? 什麼? 我有事找你 嫂子, 你們車家很有心 打了個金售土給Emma賀壽 真有心 你拿十二萬去買個金售土給Emma? 神經病, 金售土十二萬去買 媽媽, 漂亮… 金售土是賀壽的, 十二萬就給Emma 收拾這家屋裝修一下 為什麼她家屋裝修要我們付錢? 什麼我們付錢? 我付錢行不行? 我有份住在這裡, 這個是我媽媽 車子明, 你之前被阿孝騙了二十萬 現在又拿了十二萬出來 這些錢我也有份的 你是不是應該跟我說一聲? 那你別騙一騙, 這麼難聽 我們這些都是投資, 我們創業 現在自己做老闆, 不用打工 創業?你們能賺多少錢? 夠錢賺首期沒有?可以買樓沒有? 如果當日不是你下車 我們現在已經在民住住房子了 用不著跟這些住公屋的人來往? 你的朋友沒過好的 每個人都找你笨的 騙飲騙食, 也不知道想怎樣 那你別吵了, 嫂子 你別吵了, 如果我們倆公婆說話 關你什麼事? 就是關我事 關你什麼事? 這件事我引了很多年, 別說了 當年, 車種是為了我 令你們下車 嫂子, 對不起 爸爸… 嫂子, 是我對不起你們 你們下錯車不是因為金融風暴 是因為我 車種去賣了一層樓 是為了替我周轉 他騙了你十四年 你要怪怪我 但是他是好兄弟 車種是好人 你怎麼搞的?車自明 這麼大件事你不跟我說 騙了我十四年? 騙了什麼十四年? 嫂子, 當初買了一層樓 你知道的, 你同意的 我什麼知道?什麼… 難怪那時候你經常播出那些新聞 又把我整桌都是報紙 還要帶我去那個地產寶 看了黑人的標題 你更壞, 又上來告訴我 那些富資產怎麼跳樓死了 你們倆怎麼去夾墳騙我 播什麼新聞? 那些人是我的嗎? 我說播什麼就播什麼? 那你是騙我 那我事是這樣, 你也知道 我知道, 自己真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沒眼看嗎? 不是, 你做了幾十年人 你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總之一句話說 九十萬我就已經還清了 從今以後, 我們各不相欠 我看到你, 我掉頭走 不要走 不是今晚走, 誰陪我吃飯? 你算了吧 以後都沒有人陪你吃飯了, 老小三 你救救什麼? 我媽生日, 想來罵人? 你幹嘛害我?我有什麼做錯? 你想騙人嗎?現在你騙你了 我…我志明想騙我什麼? 我問你, 你是不是想著我們搬來住後 交換我們的名字? 是呀, 我打算明天我就去房署 除了我家寶的名字 就把你們的名字加進去 你會這麼好死? 如果你現在立刻拿十二萬出來 跟著去改名字, 我就相信你了 志明, 你真笨蛋了 你打算他拿了錢會加你的名字嗎? 你打算騙人家的公屋嗎? 人家現在騙你十二萬了 師明, 你想騙我這家公屋嗎? 我慢慢向你解釋, 這件事很複雜 一點也不複雜 你現在還十二萬給我 我們以後就沒辦法了 你別以為搶走我老公和女兒你贏了 萬萬對你這麼好 是他爸爸教他騙你而已 不是這樣的, 媽媽婆婆 萬萬, 難道你也想騙我? 不是這樣的 你們都對我這麼好 不是這樣的 也不是假的 媽媽, 你這樣… 老小三, 你看你多折獨 兩個老公早就死了 第一個兒子不管你 第二個兒子就騙你 你呀, 注定孤陸中路吧 媽媽, 你…